很甜 但挺清新的 超級普遍 很好吃 希望它不是限定 大家好 我是MIRROR 又是每到一個新的地方 新的國家 必做的系列就是 麥當勞開箱 現在就要開箱巴黎的麥當勞 期待了很久 因為今天是我最後一天在巴黎 這幾天在巴黎 我覺得我吃的東西 都算是好吃的 所以我對巴黎的食物 的好感度是非常高 因為之前吃過很多麥當勞 都覺得有點複雜 基於這幾天我在這裡吃到的食物 都是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 巴黎麥當勞應該是好吃的 所以現在就去看看 有什麼新菜式我還沒試過 不知為何我給不到卡 因為我給了現金 是17.45的一頓 一頓 好久很辛苦 我終於買了麥當勞 然後我睡覺 點完之後 如果你在堂吃過 你可以拿一個號碼牌 然後放在桌面 即是會拿食物 去到桌上 而不用自己在櫃位置等 而且去廁所都是不用錢的 跟英國一樣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 然後今次我點的 大部分都是我沒吃過的東西 然後我沒有點很基本的薯條和可樂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只是一個人 我怕我吃不完 所以我就盡量選一些 我沒吃過 然後覺得好像挺有趣的 首先我吃麥當勞 我一定要點甜酸醬 所以一定要點 同時我看到它有幾個不同的醬 有BBQ醬 咖哩醬 還有這個 芥末醬 我是點了麥當勞去點的 超脆超好吃 先試一下BBQ醬 沒有特別BBQ醬 就是我們平時會吃到的那個BBQ醬味 因為我以前吃點jack的時候 都會吃到那些醬 每一次香港有點jack的時候 我個人都不在香港 所以我從來沒有在香港吃點jack 香港 嗨 然後我先試這個咖哩 這個咖哩很甜的 這個咖哩是甜酸醬的 底再加咖哩的感覺 很美味 如果它的底是甜酸醬 再加任何東西都會覺得好吃 我看到很多歐洲的麥當勞 都有這些 但我一次都沒有吃過 其實它有兩款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選擇了 羊奶芝士 我喜歡吃高芝士 我本來不喜歡吃高芝士 我喜歡吃高芝士 但我失手選擇了 不過算了 中間吃高芝士的人就覺得 但我個人覺得 裡面就是番茄和菜 我個人覺得醬是不夠 所以這個時候我點的醬 就可以有用了 因為如果吃這些 不夠醬 會很乾 我覺得 法國應該是 蠻喜歡吃高芝士 因為我吃了幾餐 都會看到 它在菜單上面 帶了一個包 它看起來就像普通的 超小的 包包上面是有香料的 但裡面呢 是 千島醬鱷兒 超級乾 那些乾 不行不行 它也是非常缺醬 是這間不夠醬還是怎樣 為什麼呢 吃這兩樣東西都要偏小 這些醬 我覺得我這次的醬 都點得很適合 好 先試這個Burger 我想說這個Burger 它很巨型 它有我的手掌那麼大 看到嗎 問題是 好不好吃呢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香料味 還有 整個包濕 因為它的包是軟一點 和它的扒是厚一點的 不好啊 剛才那個包是落千島醬 這個包是就這樣落沙律醬 順道是醬分別 是不是它是Double Cheese 那我會覺得這個很容易 然後就是這個甜品時間 它是紅色的Sunday 然後它還有一匹 花生 給你 花生 這個設計很好啊 你喜歡花生就可以拿 你不喜歡就不拿 試一試 很美喔 這杯 這個是什麼 其實是草莓還是Raspberries呢 我覺得它的味道好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韓國的那間Smoothie呢 它裡面有一個Mixed Berries 很甜 但挺清新的 原來它是淋了草莓醬 不 其實草莓醬是我選的 我差點忘了 因為它是白色的cream的 身底底 其實很膩 但是這個是 清晨非常適合拍攝 超級普遍啊 接下來就是這個蛋糕仔 它裡面呢 是這樣的 超級鮮硬 其實我沒有吃過這個蛋糕 我不知道它本身是很小的 味道 嘩 它很甜 它好像在吃糯米糍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有點假假的味 我不太喜歡它整個味道 但是它的質感 我喜歡它很QQ的 然後我覺得最令我神奇呢 就是這件事 就是竟然發股了麥多 是有Macaron的 它有刀刀的口味 然後我就選了這個 開心果味 其實我自己覺得 開心果是很難做的 好吃的 我在韓國吃過的開心果味 甜品 基本上都是有一股 怪味 咦 因為其實那一天我已經吃過這裡的Macaron 然後都是比我想像中沒有那麼甜 剛剛開始接觸Macaron的時候 我覺得Macaron是很甜很甜的 然後我本來吃一頓 因為我有灌很多水 但是我在這裡吃的 Macaron 很甜度不算是很誇張 我現在吃完 我不需要喝水也可以 如果大家來的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不過呢 全部的東西裡面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超級鮮色 希望它不是限定 其實它的味道 都很容易在其他地方找到 但我覺得Macaron吃到它 我覺得有點驚喜 總結我覺得 我覺得Macaron 比我想像中 好太多 因為我在英國過來 然後我在英國吃的Macaron 是完全令我失望 完全不值得一時 所以在法國其實我也有點覺得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果然抱著這個想法之下 是會吃到一個驚喜的 所以法國的麥當勞 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試 大家如果吃過法國的麥當勞 歡迎在下面來給我聽 你覺得什麼好吃 因為我覺得我也蠻喜歡法國這個地方 所以我第一次來 完全是一個非常好印象 所以應該未來的日子 很有機會再來 不知道多次 好了 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最後的分享給我幫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Facebook 就可以知道 今天我們在日本的鐘 就不忘了做新的影片 我們在下面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